大家好,这里是明镜电视的明察秋毫,我是主持人Nary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美国实行已经半个世纪的Roy V. Wade判例之后 很多人开始担心这个保守派大法官相对于自由派大法官形成6比3绝对优势的最高法院 下一步他们还会推翻哪些美国人已经习惯了的宪法权利呢 大多数人首先担心的就是和Roy V. Wade判例类似的和人类生育有关的一些判例 性是人类社会组织原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甚至从基础上规范了我们今天的日常社会 比如说一夫一妻制,这个并不是人类的生物属性 但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呢,我们的理性规定了我们采取这种最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原则 但是对于保守派的大法官们来说 宗教的价值可能是更为重要的 宗教可以被认为是早期人类的一些比较粗糙的律法 因此毫无疑问的各种宗教对性的关系也有各自的原则 基督教在原则上是反对避孕和同性恋行为的 比如说被基督教封为圣人的奥古斯丁 他就强烈地批评那种不为生育目的而进行的性行为 他认为使用避孕措施是一种淫荡的邪恶行为 直到现在,在性问题上比较保守的天主教依然是反对人工避孕的 在人类学家们的研究中发现 人类早期的价值观基本上都是集体主义的 而集体主义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鼓励生育 你人口上不来,集体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证 对吧 所以东西方虽然存在巨大的不同 但是对于没有后代这件事 基本上都是采取谴责的态度 避孕和同性恋 用产生后代这一条原则来衡量的话 它都属于违反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行为 因此 这些行为得到肯定只是人类近代的事 是在人类社会个人主义价值观开始占上风之后 才逐渐形成的 当然这儿插一句 中国的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再歧烈 那个也是典型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体现 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解放 而是为国家减轻人口负担 好,我们回来 即使在美国 在个人主义价值观 在民权运动中占上风之前 对于避孕和同性恋的态度也是非常负面的 最高法院判决宪法中保护避孕和同性恋 是60年代甚至是21世纪之后的事 在刚刚推翻Roy V. Wade判例的判决书中 保守派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写道 最高法院必须重新审视并否决 过去的对于避孕、同性性行为和同性婚姻权利的 有历史决定意义的判决 他是明确这样表示的 托马斯大法官还提到一个重要的原则 就是他反对实质性程序正义 这叫sustentive due process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首先说一下程序性程序正义 procedural due process 这个是说政府在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 或者财产的时候需要遵循公平的审判程序 这个很好理解 但是实质性程序正义则是说 美国的宪法要求保障基本人权 对于政府立法 无论你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 都要进行一定的限制 就是要画一条红线 政府立法不能够跨越基本人权的红线 这个其实是为了防止多数人暴政的一种措施 你多数人可以通过一个立法 但这个立法不能够侵犯少数人的基本人权 但是请注意 这个概念的提出也基本上是近代才有的事 最初使用这个概念来判案 要等到1950年代了 这个法律概念援引的是美国宪法中的第五修正案 也就是公正审理案件的原则和第十四修正案 就是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 但是这个是存在争议的 正如我之前多次提到的 美国最高法院要进行法官立法 大法官人为的解释 甚至是创造宪法中原来没有的观念 这是危险的 如果大家仔细地去阅读这两条修正案 第五和第十四 可以看出其中很难说是完全包含了 现代的人权观念 所以这个实质性程序正义所要保护的基本人权 其实并不是根植于18、19世纪的美国人 定立的宪法和他的宪法修正案中 而是最高法院大法官通过普通法原则 法官造法来实现的 这个是不符合美国目前司法界流行的原意主义 Originalism 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要推翻这个原则 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托马斯大法官明确地提出 他希望在推翻了Roy-Vivade之后 进一步地推翻1965年格里斯沃尔诉康纳迪克州案 2003年的劳伦斯诉德克萨斯州案 和2015年的奥贝菲尔诉霍奇斯案 我分别简单介绍一下 1965年的这个格里斯沃尔诉康纳迪克州案 判处了1873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违宪 这条法律叫康斯托克法 其中规定 任何传递 包括邮局邮寄 淫秽文学 避孕药 堕胎药 性玩具和带有任何性内容的信件 都是违法的 大家可以很明显地在这项法律中 看到宗教的影响 这个法律导致在美国 实际上医生是不敢向病人提供避孕的知识的 因为这个不可避免的 就要谈到避孕药和堕胎药 甚至会包括和性行为指导有关的知识 那么到了20世纪 随着观念的开化 康纳迪克州就有很多医生 开设了生育指导的门诊 也因此就引来了官司 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 正是自由派一统天下 那个积极干预美国社会的沃伦法院 他们立刻通过法官造法 以7比2的投票比例 判定这个康斯托克法违反基本人权 因此违宪 什么基本人权呢 没错 又是隐私权 其实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 是否真的保护隐私权 这个是存在广泛争议的 请注意 如今推翻罗伊威威的判例 恰恰是因为现在的保守派 主导的最高法院 认为美国宪法和他的修正案 根本就没有保护什么隐私权 那么顺理成章的 如果罗伊威威的判例 因此理由而被推翻的话 那么建立在同样法理基础上的 格里斯沃尔素康纳迪克州案的判例 当然也应该被推翻 而如果这个案例被推翻的话 就很可能恢复康斯托利法 淫秽物品不能传播 小电影看不成了 避孕药和堕胎药不允许销售 我们就会一夜回到19世纪 那肯定是一个非常圣洁的美国 对吧 那2003年的劳伦斯素德克萨斯州案 那个推翻的是索多玛法 在圣经中描述了索多玛城 因为不禁止同性恋行为 而这个主要指的是男性的同性恋行为 而遭到了上帝的惩罚 在1962年之前 美国所有的州都认为 男性的同性恋行为是极大的罪恶 最高可被判处15年监禁 这一类的法律一直到2003年 通过劳伦斯素德克萨斯州 这个案子才有6比3的投票比例 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处违宪 而所使用的理由依然是说 它违反了第14修正案 对隐私权的所谓保护 那么同理 既然Roy V. Wade被推翻 如今的保守的最高法院认为 美国宪法是不保护隐私权的 那么自然的 劳伦斯素德克萨斯州的这个判例 也可能会被推翻 所以我的同性恋朋友们 好日子到头了 不必细说 2015年的奥贝克菲尔素霍奇斯案 同性恋婚姻被判合法 也依然援引的是第14修正案的条款 请注意 这个倒霉的第14修正案 是哪一年通过的呢 是1868年 也就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通过的 那个时期的美国立法者 他打死都不会想到 同性恋婚姻居然会被这一项法律所保护 这个只能是通过 具有现代观念的大法官 通过实质性程序正义 通过法官造法来引入这个观念 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 那么在美国极其僵硬的 门槛极高的修宪程序面前 他的宪法会严重的落后于时代 21世纪的美国人就只能生活在 18、19世纪美国人制定的社会框架中 而这个也是保守派大法官们 努力的一个目标 托马斯大法官在他的判词中写道 任何实质性正当程序的决定 都是明显错误的 我们有责任推翻这些先例中确立的错误 没错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应该永远忠于那些 18、19世纪立法者们 定立的宪法 美国现行的宪法根本就不保护 现代意义上的基本人权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我无意去攻击托马斯大法官本人 在我看来 他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法律工具人 我为什么要说近乎呢 因为托马斯大法官的一个行为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在自己的判词中 只字不提1967年的 这个案件的审理不但也是引用第十次修正案 也是采用实质性程序正义的原则 而且作为先前的判例 被我们前面提到的2003年的劳伦斯宿德克萨斯州案 和2015年的奥贝克菲尔素霍奇斯案的判决中 被多次的引用 换句话说 如果你要推翻最高法院关于同性恋权利的判例的话 就同样应该推翻1967年的这个莱文肃福金亚案 但是为什么托马斯大法官只字不提这个判决呢 原因很简单 这个最高法院的判例 否决的是美国之前的一族之间不允许通婚的法律 黑人和白人不能结婚这样一个法律 而托马斯大法官本人就是黑人和白人结婚 所以我之前说过 不要认为这些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一些道德完美的人 不 他们同样懂得保护自己的利益 同样会撒谎 也同样会一碗水端不平 但是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这三个判例很快就会被推翻呢 这个很难说 虽然托马斯大法官是试图不遗余力的去推翻这三个判例 但是另一位保守派大法官卡法诺 他在自己的判词中却明确的保证 避孕和同性恋婚姻的判例不会受到威胁 我们是不是能够完全相信卡瓦诺呢 一般来说 大法官在自己的判词中明确写下的话是不太好反悔的 换句话说 如果最高法院就此投票 保守派将会失去卡瓦诺的这一票而无法达成多数 但是卡瓦诺本人的信用记录并不好 我们之前提到过 卡瓦诺在争取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这个过程中 他欺骗了科林斯参议员 保证说自己一旦当上大法官 不会去推翻罗伊威威的判例 但最终他依然是投票推翻了这个判例 所以我们是否能够相信卡瓦诺 这个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 不过就目前来说 最高法院还没有打算审理关于 避孕和同性恋婚姻的这个案子的日程表 还没有排这样类似的案子 所以说这个可能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危险 真正迫在眉睫的危险是来自于平权法案AA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谈这个问题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 在最高法院的日程表上 已经接受了两个关于平权法案的案子 所以在大学里推行种族平等的好日子 很可能也快到头了 这个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关注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电视频道